在一群第一次的出賽 現在兩好三壞 一出局一二六人 這一球打成一個 飛球在中左外野方向 是左外野手要來接 把這個球給接殺 剛剛我們看到這個球打得還滿深遠的 高志剛第一個時間的判斷 想回去踩 但回去踩的時候 有那個要往三壘的時間 又沒掌握好 不過有一點導致可以注意到的是 這球打得還滿深遠的 所以在一人出局的時候 要賭他這個球沒接到 所以離壘出來就好了 接到的時候 你再過來到三壘 其實留在二壘是一樣的 差不多的一個條件 但如果你賭他沒有接好的話 你有機會回來得分 特別強調一出局 一出局 你趕快就 你不用考慮那麼多 趕快回去踩壘 然後讓他接到的時候 趕快 看有沒有辦法上三壘 上三壘 那時候是一人出局的時候 你來到三壘 就有價值 所以還要看出局數 一定要 現在輪到今天的前三次打擊 兩打數有一安打一寶送的潘虎熊 那我希望我們加上今天的安打 也連續十六場比賽呢 都有安打的出現 上回沒有出現安打 已經是4月24號的事情 還有兩個月以前的事情 這種感覺應該每天都睡得非常的香甜 後手這時候連續兩敗走 但下一棒呢 還有高國慶 前有狼後有虎 在後面還有一隻獅子 所以這都是猛獸 怎麼躲 好像被獅隊的打擊怎麼躲 已經到玄來旁邊了 不怕躲躲就面對嘛 對啦 但最好在懸崖前就拚了啦 每個球好球 每個球確實也都要投得很小心 來到球場 每天都想要閃閃閃閃 來到球場會很痛苦 每天在家裡就想說 我今天可能會遇到誰 那面對這些人啊 我有什麼東西 今天要好好地來制裁他一下 應該會快樂 好球 現在形成了 兩好球兩敗球 面對這兩位強力的左打者 整個投球的策略幾乎都是在 左打者的外角為主 直投的準確度確實也還滿不錯的 也可以好好的利用中間跑到外角 羅國華我們看到 他的快速球面對左打者 那個球中間還會往外 再移動 球球就投得比較開了 對一個四成多的打者 要讓他揮這種球的機率就不大 現在形成了兩好三換 剛剛那個球不曉得什麼球 感覺到齁 出手的瞬間球已經滑掉了 壓不下了 齊局的上半 是對相當不錯的一個反攻機會 兩出局一二六人進入到中心打線 而且球數已滿 又是兩出局 就這一球揮棒落空 將打者給三陣 結束了這個半局 目前在分數上面呢 統一還是兩分落後 像似兩出局 呀аш攝影 五出局 這場衝 PPE